以史未尽,可以知星辟,以仁未尽,可以明德师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近日黄海迎来了不速之客,解放军歼10战斗机立即升空拦截,中方对这种挑衅行为做出了强势回应,勒令对方停止挑衅,黄海爆发激烈对峙,歼10升空释放干扰弹,近日,一架外国舰载直升机飞入了我国黄海空域, 最近的时候,距离山东只有不到200公里,可以说是闯入了中国的家门口,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,我国军队立刻响应,派出坚实升空与该直升机对峙,在喊话提醒无果后,我国战斗机直接靠近,贴着对方发射了一枚夜光弹,夜光弹是一类能够发出耀眼光芒的弹药,一般用来指示弹道或标记目标,威力较小,但警示效果很好,用来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衅恰到好处,一阵强光闪过, 对方军机落荒而逃,一方面可能是被我国的强势反制吓得够呛,一方面可能是害怕夜光弹过后就是实弹,不敢继续逗留,事后我们可以得知,此次闯入我国海域的这架军机,是澳大利亚的海鹰直升机,属于舰载直升机,这说明澳大利亚的军舰也在不远处虎视眈眈,澳大利亚此次明显是有备而来, 号称自己在执行联合国任务,派出了霍巴特号驱逐渐跑到黄海,还得寸进尺地让舰载直升机升空,疑似在收集情报,但澳方准备好的说辞漏洞百出,按照国际法规定,距离海岸线24海里是毗邻区域,200海里是专属经济区,不属于公海的一部分。 澳方军机已经严重越线,执行任务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,此次冲突由澳方主动挑起,虽然事发突然,但我国军队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养,坚实的性能也再一次得到了检验,面对外国军机,我们显得游刃有余,能够先喊话,再近距离去离,将对方的挑衅得体的应对,但中国的应对在河里,也架不住对方故意找茬,在遭到坚实打脸后,澳方政府不想稀释宁人,将脏水泼向了中国, 澳大利亚政府被打脸后,想给中国泼脏水,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冲突发生后发表了声明,但这份声明不是对中国道歉,而是公然指责中国,澳方称澳海军直升机在黄海国际海域执行任务时,遭到了中国军机的拦截,这是十分严重的不安全事件,澳方的这段发言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,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模样,全然不顾这场冲突,从头到尾都是由澳方自导自演, 这不是第一回澳大利亚和我国发生冲突,比如2022年,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P8A在南海上空和我国的歼16正面对峙,一般这种情况下,对方军机都会主动离开避免冲突,但澳方军机有一种莫名的自信,硬是赖着不走, 我国战斗机奉陪到底,发射了干扰弹和铝箔片,对方军机这才灰溜溜的离开,澳大利亚显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,又在去年派出突文8号护卫舰靠近我国东海海域,被解放军宁波号驱逐舰驱离,澳方对此强烈反对,中方对此已毒不回,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是好是坏,一方面,澳方在经济上和我国高度绑定,澳大利亚的各类资源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, 另一方面,澳方在军事上和美国来往密切,比如奥库斯联盟就是由美英澳三国共同创建的,所以,澳方在面对中国时时常自相矛盾,一会派出使团访华,一会和中国激烈对峙,可见澳大利亚高层对于中国的态度有不同的看法,但澳方反复无常,不会扰乱中国的脚步,此次事件中,澳方的行为毫无争议,就是挑衅行为,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的指责也根本站不住脚, 中方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应,在时隔三天之后,澳方才公开此事,澳国防部就此事发表了一份声明,对中方进行谴责,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也表示,中方的这一行为是不专业,不可接受的,并且,澳方已经就此事和中方进行交涉,要求中方给出解释说明,可见,澳大利亚此举完全就是在恶人先告状,要知道,中国军方一向是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下进行专业操作的, 这次之所以对澳军直升机发射照明弹,必然是澳军直升机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,而坚实发射照明弹也只是为了迫使其改变航向,将其驱离出中方的领空,更何况,中方是不会直接出手的,只能说明澳方无视了中方发出的警告喊话, 所以,这一切都是澳大利亚旧由自取,中方只是在维护自身的权益,该要说法的应该是中方,并且,这也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情,在去年11月,中澳双方的军舰就曾在东海相遇,而澳方则声称,中方对他们使用了使用声纳脉冲,还导致澳方的潜水员受伤,但我国防部当时就戳穿了澳方的谎言, 两军的舰艇当时一直都保持了安全距离,中方采取的措施也是合法合规的,反倒是澳大利亚,几次三番的到中国家门口挑衅示威,而澳大利亚拿朝鲜说事,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,一来,澳大利亚属于域外国家,为了监视朝鲜,跑到黄海海域,摆明了就是别有用心,二来,既然是为了监视朝鲜,又为何会跑到中方的领海领空来,所以,朝鲜只是一个幌子,澳大利亚的真实目的, 就是为了打探中国军方的动向,毕竟,这些年来,不只是澳大利亚一个国家这样干,美国,加拿大等国都,时常来黄海海域挑衅示威,而近期联合国安理会,也再次就制裁朝鲜一事,展开了争论,美国向安理会提出要将案1718号决议设立的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,任期延长一年,而俄罗斯也直接否决了美国的这一决议草案,而该小组的存在就是西方打压朝鲜的工具, 要知道,朝鲜是唯一一个受到联合国无期限制裁的国家,并且在制裁内容中,没有任何促使各方对话的动机,由此可见,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,就是西方滥用权力的典力,制裁朝鲜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,而是为了单方面打压朝鲜, 因此,中俄等国一直都反对联合国制裁朝鲜的方式,在联系西方国家不断拿朝鲜为借口,挑衅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来看,此事从头到尾都是西方国家的一场阴谋,所以,中方也不会对这些不怀好意的挑衅者手软,不管是澳大利亚也好,还是美国也好, 中方是绝不允许他们用任何方式来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,这次发射照明弹,也是为了警告西方国家,不要试图挑衅中国,即使是在节假日期间,解放军也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,能在第一时间对外来挑衅势力做出回应,并且一切后果都应当由他们自身承担负责,中方强势回应,勒令对方停止挑衅,中方表示, 中国在黄海海域训练期间,澳方驱逐舰三次派出直升机,对中方进行试探,企图干扰正常训练,侦查我国情报,中国军队在喊话警告无果后,才选择外逼驱离,所有操作合理,专业,安全,可以看出,我们本来想给澳方留一些面子,奈何澳方不知珍惜,还试图倒打一耙,混淆是非,中方也不再留情,把事情的经过公之于众,这下澳方在正面交锋中落荒而逃, 在政治舆论上也没能占据优势,输人又输占,丢脸丢到底,中方还要求澳方切实尊重我国的安全关切,停止挑衅行为,停止散布谣言,严格约束军队,不要破坏中澳关系的大局,其实此次澳大利亚军队出动的装备并不是什么软柿子,海鹰直升机由美国制造,是一种多用途的舰载直升机,具有很强的海上作战能力,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海军舰载直升机之一,或巴特号驱逐舰, 更是澳军装备中最顶尖的一类,也是澳大利亚海军舰军以来,吨位最大的驱逐舰,中国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这次冲突,是因为中国海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巨大的提升,航空母舰和潜艇,大型驱逐舰等现代化舰艇相继列装, 水面舰艇部队,潜艇部队,海军航空兵,岸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齐全,有了这样的力量,我们才能在境外势力寻心滋事时,果断还击,在对方混淆是非时出面驳斥,中方对于任何侵犯本国主权,安全或利益的行为,都会采取坚决且明确的态度予以回应,澳方应该擦亮眼睛,看清眼前的道路, 不要甘愿做美国的妻子,在中美博弈中被误伤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!